你去过河南信阳吗 对信阳这个城市有什么印象 信阳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 因为它也是有大边山 信阳这个城市 应该说它的历史还是非常悠久 而我们信阳又有北国江南之称 所以说这跟苏州的气候 还有饮食以及文化各方面 都是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很丰富很多元 有很多可以吃喝玩乐各方面都很不错 你知道信阳毛间有哪些特色吗 这款绿茶非常甘甜 然后回味无穷 茶色很清香通透 茶色很好 它的这个茶品的味道 非常的清香 毛间是咱们信阳的一个名片 我希望咱们像毛间能够越来越好 向大家推荐一下苏州的旅游景点吧 到苏州园林那是一定要走的 佐证园 狮子林 网诗园很多啊 一般来到苏州如果不到虎丘的话 等于是没有来过苏州 希望就是更多的外地朋友啊 来苏州旅游 想着苏州您欢迎信阳的父老乡亲 带来到苏州里边 谢谢», 叫人家 谢谢大家